跟大家说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是要跟咱们资深的地产界人士 Raymond进行连线 是的 所以暂时就先不接听您的电话了 非常非常的抱歉 让我然后跪下来给你课 听好了 好了 我课完了 思怡来行一个匍匐大礼 我们稍后五点半之后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跟咱们说不通话题 或者是点播 提前歌曲都可以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我们之后会有请 地产界的资深人士Raymond的李亚 继续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关于她的新的建地的 LIFESTYLE的12块的豪宅建地的 这样的设划 没错 刚才跟思怡说起来的时候 思怡印象也很深刻 继续这种LIFESTYLE的建地 同时又具备了 现代化的这些自来水的管道 或者说我们这排屋的管道 也都建设好了 因为很多人就要求 又要有自然的环境 融入大自然 又要有现代的设备 其实是很难 一起给它满足 对 一起满足 但是这个12块钱 就满足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像我那天说的 鱼长跟熊可以坚持 所以呢 是要请Raymond的礼 给我们来介绍这个都市田园的建地 那我们看看Raymond有没有在线上 Raymond你好 嗨 王浩你好 你好Raymond 为什么只跟王浩打交互 不跟我打交互 师姨 你好 你好 你们俩现在已经把我的这个项目 已经这个宣传的如何澄清 尤其是师姨啊 你这个你已经非常有名了 你这个熊和鱼长这个已经非常非常有名了 所以我会跟我们的那个这个市场部 我让他把您的这个广告费 已转到我的家 是 是 这个包括王浩刚才也是 把这个项目摸得情况很清楚 那到处到底是像您那个 父亲是做那个大开发的 知道吧 开发 就是对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 这个开玩笑 因为这个项目王浩又多了一个干爹 对 对 对 老师有身份上的迷惑 是 为什么我们这么开心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谈到一个非常开心的项目 那 所以给我们大家带来很多的快乐 那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在这儿呢 我们就想象着自己就住在这么美好的地方 那我们就非常开心 是 我们必须拉着手转个圈圈之类的 那可能 那个广播前面的朋友 可能有的听过这个项目 有的没听过 那正在开车 那我们大家给大家带着一点点小快乐 小欢乐 那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呢 如果并听到这个项目的朋友呢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是一个 这个我自己作为一个做了13年多的中介 我自己几乎是没有看到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我们的名字叫做都市田园 英文名字叫Riverview Estate 我们现在正在跟大家宣传的是12块 水边的Lifestyle豪宅建地 那这个标题 我们包含了很多的内涵 首先这个就是都市田园 这个我跟大家一直讲的 这个大家记住这个四个字 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相对而独立的两个含义 都市呢 那是一种繁荣的 方便的 那这种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田园呢 是一种很美的 很自然的那种风光 那个这两个呢 照理说都市和田园是分开的 但是我们那个既具备都市的各种元素 又具备田园的那个气息 我们这个是卖地啊 首先跟大家讲一讲 是12块建地 这个建地呢 它兼备了Lifestyle建地 和我们普通住在建地的所有的优点 大家说这个是不是 你说的有点过 我们再简单的给大家建一讲 一点儿不过 所谓一般的建地 我们在都市里面 不管是哪个区啊 中区 中区 包括南区 北岸 你们在这个区区买地区 可能大家都知道 现在房地产非常火 很多的拍卖 就是以前创纪录 就是一个纪录会被人家 经经的到好长时间 一两个星期 甚至也各把月 现在这个一个纪录 很快被一个纪录打破 那很快被人遗忘 那现在在这种各种纪录 在竞赛 那我也很吃惊 因为我没想到 今年的市场这么好 我想主要的 可能几方面原因 一个就是说 新西兰的经济很好 第二个呢 说是国际环境也决定了 那我们新西兰 是最近的净移民人口 净移民的人数是增加的 再加上汇率在上面的一些影响 这方面的资金 到新西兰来比较多 再加上我总认为 我来的这么多年 我总认为 新西兰这么大一个国家 这么漂亮一个国家 人口才四百多万 那就是 我觉得这个人口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跟其他面积度相比的 那些相反的 像日本 还有那些都没法比 所以像这么美丽的城市 这么好的自然风光 那这么得天独厚的 就是女士无争的一个海外先导 先进 他没有人过来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那是一定会有越来越多人过来 而且一定会吸引很多的 我们讲事业成功的有钱人士 一些有钱人 或者就是说 希望呢 就是说 即使他有海外有事业 他也喜欢在新西兰度假的 这帮人过来居住 因为环境好嘛 对不对 他也有这个能力 在那购买 大家想想 这帮人过来购买 他主要购买什么样的物业 如果说是 公司的CEO 或者是我们很成功的 企业家 他到新西兰那购置房地产 那他肯定就是说 因为在外面很辛苦 拼搏嘛 他需要一个很好的环境 来让自己 调剂一下这个心情 调剂一下这个身体 和这个紧张度 同时呢 他事业上的朋友呢 过来去访问了 也是有一个面子 大家别小看这个面子 以前我觉得 哎呀 中国人做生意谈面子 你熟气 那但是不是这样的 那它是显示的 你的从内涵到你的事业成功度 那到包括对客户的尊重 那都是 各方面都是有影响的 正能量的影响 所以这班人过来呢 一般的呢 我们讲学区房 我们很多人讲学区房 但是学区房是非常非常火爆的 但是学区房 已经远远不能满足 他们的要求了 因为孩子 即使有孩子在那 一般就是上私校 私校像北岸的 Panhurst 也就一年 一万四左右 我孩子在那边读书 也非常非常好 各方面都很好 以前的财长 Bear English 他们好像女儿 也在那 读过书 包括现在非常有名的 就那个叫 韩国的那个 现在网球 那个高尔夫球 那个Lidia Lidia 现在正在这个学校读书 都很好 所以这样 这班事业有成的人呢 他 他希望呢 就是学区房 满足不了了 那可能有本人讲 就海景房 在都市里面的海景房 那地呢 就是五六百 七八百 一千平方米的地呢 如果是一线海景的 这样的房子 一般是在一千万左右 如果说是二三线的 稍微缓一缓的 海景好一点的 也要到两三百万 那地呢 是大概六七百万 平方米 他觉得不够住啊 那来几个老板过来 全是开着豪车 那个 那个 塞不进去 停路 没面子 所以他们 越来越多人喜欢呢 去住一种叫 Life style建地 Life style建地呢 是面积大 那个 环境好 都市的风格 但是呢 我在以前都讲过 Life style建地呢 以往呢 就是因为 距离的问题 他一般离开都市呢 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呢 他相对来讲呢 他的 没有自来水 有的即使有自来水 没有污水 同时具备自来水和污水的呢 他就变成了普通 就是都来建地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一般情况下 我这么多年没看到过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呢 是具备自来水 排污管道 那个管道煤气 高速光纤 是具备这么一个 普通建地 所有的 他们都有 然后呢 我们的面积呢 是从3002平方米 到8000多平方米 大家可能 对听到3000多多平方米 没有什么概念 大家如果把它除以4 或者除以5 除以6 就可以知道了 如果出上5的话 它就600平方米 一块的地 它有5块 如果出上4的话 就是要到700多平方米 将近800平方米一块 有没有4块 所以这个面积呢 是相当好的 而且这个 我们这个建地呢 就是面积数越小的 它就越平 有的地是展平的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所以我们这个呢 就是同时具备的 我们叫做 就是Lightside的Size 又具有了普通住在建地的 Service 所有的污水 自来水 煤气 光线都有 然后我们的位置呢 又在都市边上 我们处在 近年 飞速发展的 叫Silva Deer 这个小镇 Silva Deer的位置呢 是处在 在北岸Albany呢 开车15分左右的车程 同时呢 它在旁边的 Oreva小镇 美的的Oreva小镇呢 也就是15分钟左右的车程 所以这个位置呢 是非常方便的 而近年来呢 由于我们这个 可能是Rolling地区 它呢 市政府的 推动的重点呢 是在Silva Deer 加上一个洋人公司 巨型的 方米产开发公司 我们叫Milwater 它有提前外地 在那边开发 目前呢 这个小镇呢 已经数据规模 而且正在显示着 一种蓬勃向上的 一种趋势 我们讲 星期上非常有名的 叫Pakkinson 那是一个 就便宜又好吧 那个 桃市已经建成了 然后它的购物中心呢 也已经建成了 里面包括游泳馆 也医疗中心 都已经建好 当然它的学校 从小学 初中高中 都已经 包括学生班 都去外的 那它Kingsway 这个学校呢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所以所有这些设备 还有学校设施呢 离我们这个 Reverview Estad 这片开发区呢 也就是两三分钟的测程 两三分钟 测程走路 我老实说 大家想想 走路是几分钟 我决定 明天过去 我自己走一下 测一下 是几分钟 亲自测试一下 对啊 一定是走得到的 那是非常方便的位置 所以在这么一个位置呢 我刚才跟他讲过 我们在这个 Silva Deal开发的 这个洋人公司 叫Milwater呢 它卖的地呢 一般是五六百平方米的地 那五六百平方米的地呢 他们现在盖的房子呢 一般是卖到一百一二十万 那这个加倍 那我们呢 是五倍六倍的 这个Size 所以说 我前一段时间也讲了一下 然后 自从这个 推出来一个星期呢 很多朋友都过去看了 有很多朋友跟我讲就是 哎呀 我一直在找这样的东西 终于让我找到了 为什么呢 以前总是 来了新西兰 什么都好 总有点遗憾嘛 因为赚一点钱嘛 就是说 我能不能想买 大一点的地 那在都市里面呢 不管你哪个区 你买不到几 三四千平方米的地 那就背后去买 真正的Life Size的地 那Life Size的地呢 它又没有污水 那有的还没有自在水 所以总有遗憾 那没有完美的事情 今天呢 终于完美了 那就是 各种设施齐全 然后呢 地理位置又非常的近 然后就是 Size的又非常大 还有一点呢 我们这个叫Riverview 我们这个小区呢 是自成体系 一个进口 出来 出来以后就是 小区里面就有十几户人 所以就非常的安静 隐私 非常的祥和 我们周围呢 小区里面呢 有一个漂亮的池塘 一个水池 池塘 在它小区的周围呢 是没有开发过的 就是那种农地 农场地 我们还有一条美的小河 叫Witty River 从我们小区旁边 缓缓流过 这次活水 一直流向大海 所以自然的环境很好 我记得我这个物业 上市的第二天 我刚上市 有一帮朋友就说 要我再去看看 我说你自己看看行不行 他说要你讲解一下 那我就过去了 那天呢 下着小雨 下着小雨呢 然后一路过去呢 我就觉得烟雾 烟雾蒙蒙的呢 就有一种西湖的感觉 让人感觉非常美 然后进去以后呢 一进入这个小区以后呢 让人心患存疑了 因为它大嘛 它大 大呢 就意味着房子近的距离 就远了 然后我在雨里面呢 跟大家一起走一走 我们也没有打伞 然后大家都不愿意进车了 就站在这个小雨里面 就一路走下去 就感觉非常地自然 所以有机会呢 我也建议大家 就是来到新西兰很多年 可能大家没有淋过雨 也有不少人淋过雨 新西兰的雨很大 有的时候就是来去自如的 就是带雨伞很不方便 你们在雨里面走一走 感觉非常好 如果感觉还不够好 请到我们Riverview那个地上 来下雨天走一走 一定感觉非常好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这个电地呢 是可能是提供给特殊人群了 就是说 就它的党数非常高 我们可以建出来以后呢 大家问我说卖多少钱 我说没有这个数据 但是你想一想呢 一般呢 我们在Goodland East Estate 这个区呢 在我们在Terra Flat的那个区呢 他们一般的两三百万的房子 都有的 那是很好的区 大家可以看一看 看一看那个区 所以说这是一个 我刚才讲了 是一个成功人士 但是我相信新西兰的 一般的人呢 也是承担得起的 过两天呢 我前三个星期 在投标的一个项目 是在Failville Rose Park Failville Rose Park 37块建地 那当然是位置 非常非常好 中心位置 可是我们叫不可再生的资源 然后投标结束了 那我可以跟大家提前 透露一下 那个投标的结果呢 是非常的好 我们很多人参加了 大概三百个 三百个左右的合同 投进去 现在Kawasan 正在行行景上的整理 可能有过几天 会有结果 这些地呢 也都很好 那我们这个Riverville呢 跟是完全不一样的 两个产品 我们是在所有调旁边 但是呢 我们是比较大 比较大 那个油市 就是我们就完全一种 叫乡村田园生活 又在都市边 谈到的一些价格呢 可能前两天 我提到过 我们在Gurlan Estate 那边的价格呢 第一个价格呢 三千平马米左右 一定是在九十几万 然后在Witi Bay 在Witi Bay在那里 这些个洋人公司 在开发在销售 但是可能销售的 可能在华人圈里面 力度不是很大的 地呢 是一千五百平马米 左右的地 然后呢 它们有不错的海景 远海景啊 在山上的远海景 那个地呢 是有自来水 我听说 但是没有污水的 李阿尔比尼 也是十五分钟左右的车程 那它现在的价格呢 是我听说是从 好一点的 就是一千五百 两千平马米的地呢 九十三万到九十八万 我听说 它们要涨到一百一十多万 但是我这个 大家可以直接向 它们的Sales去咨询 那边地上挂的牌子 那很 可以直接打电话 问这个价格 大家就可以拿 这个这两块地方呢 或者是其他地方 来自在的鉴定呢 跟这块 我们这个review呢 加来销售价格去比 我再次跟大家强调 我们这篇review呢 这篇鉴定呢 我们采取的投标的销售方法 很多朋友呢 就一定问多少钱 包括很多的洋人朋友 就问是要多少钱 我一跟他讲呢 我们没有去开价 您出一个价格 您喜欢的价格 那卡发商呢 会在每块地上呢 挑选一个出的最高的买价 卖给他 所以卡发商呢 一般开发商呢 他们都会去卖的 那如果是投标 采取一定的市场会 投标 然后大家在这个地上 又出的不错的价格 那他会挑一个最高楼卖的 这全部是市场分析 市场行为 我相信对买卖双方的都是公平的 所以我这个大家唯一要做的事情 只是做稍微做一些research 因为我跟大家讲呢 可能怎么想呢 这个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诚实啊 但是这个中介这个行业呢 很多人都觉得你说的话 是不是你就是卫物主去服务的 实际上呢 我也跟大家讲 中介来讲呢 买家买家缺一不可 那一个巴掌拍不下 要两方面都买你才行 如果我说片面的就是说 专门被开发商去服务 那对买家的需求 我没有注意的话 那生意做不成 所以呢 我是希望大家呢 就是说 稍微做一点点的功课 那查一查 首先要看一看这个地 你喜不喜欢 看一看特别的环境 喜不喜欢 然后呢 关于价格呢 我刚才讲的那两个地方 大家开个车过去看看 也没有多少路 看看那边呢 那在这 自己再出架呢 就会出一个市场价 我相信呢 那个时候的价格呢 会达到一个双赢的结果 所以呢 今天呢 这个我再次跟大家讲一讲 它的地址 地址呢 是在45号和55号 往福尔路 这个位置是在哪里呢 就是 如果从我们 City 或者说北岸过来 开过来的 沿着1号高速开呢 就往西沃调那边开 到了西沃调小镇 川 Path 就是在西沃调小镇旁边开的 还没有出那个西沃调小镇 有一个圆盘 往高Path 或者是往孔雀岛 那边开的那条路 就叫往福尔路 我们转盘出去 往右管出去以后 大概200米左右之一方 就到了我们这个小区 这个小区呢 有我的牌子挂的呢 大家可以跟我联系 也可以在上面去找那个尺寸 然后呢 这个开发商呢 已经进行到就是 设备指引全部到外的 增加一些管线呢 就是增加了一点点工作 再等Countor 再申请224C 最后一个批文 然后呢 在地上呢 在门口 他们塑了很 很自然的一种 很大的木头 大家如果看到木头 会觉得奇怪 这个木头是干什么用啊 这个木头呢 等天气干了 要刷在油漆以后 最后会写上 Reverview S10 以后呢 如果朋友买上这个地 做了豪宅以后呢 我们与一般人 可以去party呢 也不用担心 就停车停在路边了 直接就停在你院子里面 停个几辆车 五六点七八辆车 那也多七排 然后呢 一进门 进来Reverview这个牌子 当然那个时候 已经没有Reverview的牌子了 不用看了讨厌 没有这个牌子 只有Reverview S10的牌子 然后进去呢 大家可以享受 所以我可以想象到 将来房子建完了 是一样 什么样的风格 大家因为都是建的大房子 然后都是有实力的买家 那地方是会一个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一个 豪宅区加分景区 像这样一个朋友聚集的地方 很美哦 我都想象到 得不及那一天会到来 好吧 今天时间的关系 就跟大家介绍在这里 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跟我联系 其实现在跟我联系 最方便 我觉得是微信联系 微信呢 我有两个微信号 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一个呢 是我的个人微信号 Raymond1588 这样的话可以直接给我发 那您呢 可以在跟我家之前呢 您把你的朋友圈关掉 那这样的话 我就偷看不到你的东西了 我的全朋友圈呢 对大家是开放的 因为我是一半是自己的事 一半是业务上的 如果是觉得这个 还不愿意 我就想了解情况 那也可以 请大家欢迎呢 就是关注 关注我的 叫微信公众号 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呢 叫Raymond李下话杠 Home Show Home呢 就是加的意思 H-O-M-E S-H-O-W 那大家可以进到 我的Business的那个 公众服务号 然后里面呢 有很多的房产的一些消息 包括视频 包括一些趣闻 还作为拍卖的情况 很多信息在里面 欢迎大家去加入 好不好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好的 好 谢谢Raymond 那稍后呢 我们也会把电话 和什么订阅 跟大家来重复一遍 咱们在周四的时候呢 Raymond还会 再一次到节目当中 给大家来介绍 是吧 是的 好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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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